因为之前开发那个Android的话 都是用Eclipse为主 可是Google它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不继续 也不是不继续的 主要不用Eclipse 而用这个Intellin-J Intellin-J当成 其实就是Android的后面 所以你开启会有一个Intellin-J的那个技术 那两者之间差异性 你说大其实也不大 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外乎就是把界面做出来之后 再去设计它的程式 这两者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 所以特别是说 一如果你要了解它这边有什么的话 有没有它会先帮我建一个什么 界面就是UI界面 那它的副档名一定是什么 点XML 预设的话一定是Activity底线Man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画面 OK就它哦 那你这个是看 你看这个应该看得比较OK的 而且它这边有放大镜 放大缩小 这边可以点 但是它实际上后面是什么 它是一个XML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会有这么单纯吗 应该没有了 这边可以 请注意看 Design 跟Test 所谓的Design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可以什么 可以去拖拉它 可以 如果你要把它放大缩小 都可以直接从这里 或者是你要从 别的地方再加一个Button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把它放开 这个Button就上来了 那你要放在哪里呢 可不可以移动 可以 因为我用的是 这个Layout 就是底下的版型 是叫做Relation 有没有 这个RelativeLayout 意思就是说相对关系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一个Layout 就这个版型 只要放在我里面的元件 它们之间的关系 都是相对的 那好处就是说 以后 如果我今天 一幕大 一幕小 都没关系 因为它会 找个相对关系 自己会去缩放 但是如果你用什么 用绝对位置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了 比如说你小手机 看见这样子没问题 可是大手机 奇怪 怎么好像感觉 空白的地方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是设计的一个 基本的 但不过 以刚开始设计 用Relation Relative这个Layout 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OK 这个等一下再说 再来的话呢 各位看一下 下方这边有个叫TES 有没有 Design TES 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TES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Coding的方式 自己去撰写 里面的画面要长怎样 所以很多那个YouTube上面 你可以找 很多高手 自己就在那边 把那个要加的那个VG 直接加上去 要怎么去 直接就在 这个TES上面去 可以去Coding 这边也可以切回来 也可以切过去 比如说你要加个Button 你也可以不需要怎么样 自己用拖拉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自己打个Button 然后相关的属性标签加上去 OK 那你会想说很难吗 其实它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提示 所以如果你自己打的话 也会有这些效果出来 不过当然 以我自己的习惯 应该切到这边会比较OK吧 什么时候会切到这边来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 在云端上 已经有写好一个 程式码 就是这个东西 Relative Relative Ctrl-C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今天要做一个Button 再加一个TestView 那我这边有个Relative layout 斜线Relative layout 那我可不可以呢 直接把 我已经写好的东西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 其实 之前那个东西是在 Eclipse上没写的 有没有相容 其实贴上去就知道 我印象中应该是没问题 有没有发现 我把它移开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的 写好了 OK 有没有相容 好像完全相容 那但是如果说 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这样子 我希望慢慢来 我想要再重做一遍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很简单 E 点它 TestView 对不对 里面的话呢 我只是在上面加文字 那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所有的那个 你的VG 这个叫VG 就是原件 它一定会对应到底下 有个叫Properties 就是它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里面呢 如果你要去找 有个属性 属性就是指它相关的外观 那比如说呢 我希望去变更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各位可以往下找 这个应该叫TestView里面的 有个什么呢 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属性 叫做Test的 有没有 里面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输入 我要的这个文字进去 请按按钮 所以等一下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贴的话 你直接把那个Hello World 点一下 找到Property 里面有一个叫做Test的属性 把这个文字打上去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请各位 把那个 这个的名称 它有一个 它的本身的 原来的名称 它的ID 原来 不叫做那个 这边有个ID 第二个属性 很重要的第二个属性 叫ID 我把它改成叫T01 也就是以后 它就叫T01 OK 那再来的话呢 拖拉一个Button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可以多增加一个Button 那这个Button里面呢 我改也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 它的文字 改成确定 所以你这边有个Test 把它改确定 第二的话呢 它的ID的话 这边一样有个ID 所以你往下拉 ID部分 把它改成什么 我习惯把它改成B01好了 比如说这个叫B01 两个都大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里面的文字做变更的话 其实呢 将来就可以透过程式 建一个事件 按下它的时候 去变更它 里面的文字 所以变更那个TestView 里面的文字 你可以利用它有一个方法 叫Set Set就是里面更新 里面的Test SetTest 给它新的文字 那它就会变更里面的东西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就是 先建一个新的专案 不外乎就记得 就是先把原来的那个TestView 把它变更一下 那个名称 记得就是 两个属性变更一下 一个是ID 一个是Test 就这两个 其他不要动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呢 如果说你要变更它的颜色的话 它里面有一道TestColor 另外如果说它的字的大小 里面还有什么TestSize TestSize 那当然你可以借由其他 不过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做其他变化 也许按按钮的话 按下去 当然可以先变里面的文字 可不可以变颜色 当然也可以 你再用SetTestColor 去指定一个新的颜色给它 字能不能放大 可以 你就是再把它的Size TestSize把它变大 或者缩小 所以你甚至可以再变化 比如说再加一个按钮 一个叫放大 一个叫缩小 然后一个叫变换颜色 变换颜色之前 我有教同学 就是来做一个变化题 比如说按下去 乱数产生一个颜色 因为那个16进微字的颜色 你可以乱数跑 然后每按一下 字的颜色就换一下 按一下 字的颜色就换一下 当然这个是延伸的变化题 OK 那等一下我们主要是 第一个先把我们的UI界面先做好 第二个的话 再把那个里面的程式加上去 做完之后 这个部分就可以再执行到 我们的那个模拟器 今天至少反正可以看到 然后至少第一个专案就完成了 那往后的专案 基本上都是延续一样的 第一个新建专案 第二个有个UI 第三个程式加上去 大概就差不多 先解决那个MVC里面的VC 那后面当然有个M M的部分呢 再慢慢把它加上去 好 好 感谢观看